Hello 大家好 我是海南的孩子 我们帮忙书 今天是海口旅游 红黑榜 海口旅游还有红黑 今年我们去海南 这次数太多了 是的 下半年就去了三次了 提前声明啊 我们的这个攻略 不求权 不求金 只求我的个人感受 让大家闭闭坑 当然啦 今天这套视频可能也会相对的较长一点 我们会在屏幕下方会有个进度条 第一次看完之后 如果你把我这套视频收藏了 现在想再看的时候可以直接拖拽查看 视频该直线记得给我们收一键三点啊 第一件事情 我们先来讲一讲关于去海口的出行 这件事情在我这边是黑榜 当然仅针对于我个人而已 仅针对于我们江苏的朋友 就是我们去海口是没有直达飞机的 我们查了南京 常州 南通 无锡 全部都没有 可能是我们那个时间段没有 就必须要转机 有些宝贝 经常坐飞机的话可能你会比较熟悉 有些宝贝可能坐飞机的机会不是特别多 我就跟大家来提醒一下 一定一定要注意航空公司 最好是要选同一家航空公司 像我们不幸的我们变成两家航空公司 我们先飞到长沙的时候是东方航空 再从长沙飞到海口的时候是九元航空 这个时候呢你需要做的事情是 你要先去取行李 取完行李之后飞奔到四楼 重新系行李 重新安检 重新登机 而且飞机还晚点 是的 我们还有15分钟时间 原来就是那边 在机场我以为我自己是跑男的 让我更生气的一件事情是 我们在办直机的时候才告诉我们 我们的机票是不含有托运行李的费用的 可能之前写的有特别小的字吧 反正我没看到 廉价航空付行李的费用非常之贵 我们机票才三百多块钱 托运花了三百六 我们当时说要不要开发票 他跟我说发票在那边 我们在F他说发票在A 最可怕的是 当然我是知道李价航空就是因为你是买便宜的机票 他就要付出这些事情 他不仅不提供飞机餐 不提供水 重点是你飞到一半的时候 他开始卖东西 他说到我们最精彩的温温来了 就是飞机售卖 我睡觉的时候他把窗子全部是关着的 当他要卖东西的时候 哇那个登档 刷刷量开始卖东西 如果你真的很累的话 我建议你们要慎重加慎重 我下次看到这个我就绝对不会再做了 我宁愿都花点钱 当然如果有些宝贝是大学生 或者说是穷游的话 我觉得廉价航空还是很便宜的 一定要问清楚要花钱的地方有哪些 我只能提醒到这里了 第二个关于海口的旅游景点 因为我们每次去海口的时候不是纯旅游 都是去出差嘛 所以我们能够打卡的景点不是特别多 唯一打卡的一个最网红的景点 就是海口的云动图书馆 哇你只要去搜各种攻略 一定会提到云动图书馆 真的真的非常的艺术 好像是浮在海面上那块 快cross裤鞋 我给大家几个小小的建议 那个图书馆比较多的功能是当一个地标 或者说是网红打卡的地方 在里面真正你要实现一个读书的功能 其实极其的少 二十岁里面的书都是假书 要进去的话要提前预约的 因为云动图书馆是在整个的海边的 所以风吹的 你吹是很爽的 但是你拍照真的 你在现场你就是玛丽莲末罗 给大家看一下我在那边做做的一段自拍的视频 那张素材废了 阿宝那边说摆出一种酷炫的表情 脸是酷炫的 你倒让我头发说啊让我走 就是网上不是有很多网红的打卡的照片的话 你会非常的向往神之向往 我会觉得确实可以去了 但是在我这边最多是个黄吧 但是值得拍一个照 但是不要抱有太大的期望 对对对对 第三点就是我最拿手的美食啦 我去海口旅游的时候 一共打卡了四个美食场所 第一个非常有名的 西楼老街 打卡了五秒钟 看起来非常的慌 锁住了 你好我问一下那个 奇楼小吃街关掉了是吧 以后就拆掉了这个 哦天呐 好难过 我还没有吃它就倒了 那我们现在网上面看到的攻略 才是很过气的攻略呀 网上还在手推这里呀 第二个地方叫做太隆城 就在奇楼老街 50米左右吧 出门又拐 那个地方在我这边也是个黑吧 呃就是你们城里面的一个小吃巷子吧 就每一个旅游船室都会游的 怎么理解它呢 就是我同志的宽窄巷子 当然我是很尊重宽窄巷子的 你们要去还是可以去的 只是那边你要吃东西吃不到什么 反复引送三个字 旅游嘛 来都来喽 出门又拐 就到了太隆美食城 说说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怎么了 它上面写着大众点评必吃街 我被骗过不止一次了 这就是标准的美食街 这边游客 哦 关门了 好 我们走到头了你看 那边出去了 没啥吃的 真的 还是蜜雪 冰唇香 说完两个黑暴 红暴争鱼来了 你去那边旅游真的一定要学会 和出租车司机攀谈 和本地人攀谈 就问那你平时去哪吃 师傅那边有什么好吃的 我们外籍人过来 那你都需要吃 有什么值得推荐 值得推荐 就你觉得最值得推荐的 我知道了 没有值得推荐 我们想吃那个海鲜大牌藏在哪里 晚上 那个海鲜市场没有 那个海鲜市场是一个大型市场 然后你买可以转到那里加工的 就是你不妙在于自己场拆鲜的 怎么这么慌啊 我到了那一刻 我经常慌了 那就是你门口的赛人道 哈哈哈 因为那天下大暴雨 空气当中弥漫着海鲜的腥味 哈哈哈 但是坚持住忍住 就像《桃花源记》里面讲的 初级瞎 财通人 复兴术食部豁然开了 啊 哦 这个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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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有那味儿了 要进去看看吗 哇 哦 真的是海鲜市场 这就是一个我梦中的海鲜市场 一半是卖海鲜的 一半是做海鲜的 我说一句不重听的话 我觉得这个画面很像那吃鸡 鸡有那个鸡 那这里就是氛围会好很多 对 菜很新鲜很便宜 而且它加工费也不贵 豹炒白酌10块 椒盐红烧是13 然后下面的鲍鱼袋子生蠔是2块钱一个 如果你实在不会买的话 其实你可以在现场找那边的老板娘带着你去买的 我一开始是有点担心的 我担心它会联合那个商贩宅我 后来我发现 哇 这个老板娘是真的很凶 哈哈哈哈 他怎么会砍价 非常会砍价 花甲 拿点花甲 花甲今天贵哦 多少钱 是23块钱就行了 这得3块 昨天卖银银今天拿不贵 没有 这么多 谢谢奶奶 对 真的很鲜活这个虾 再一只呢 对 对 再起 喂 来来 来 把水放空在沉重 抱云想吃吗 来 我拿了 我拿了 感觉这里吃不起 大螃蟹吃不起 推荐了个便宜的 这南瓜西的最高线的 正好怎么卖啊 正好8块 平时的话都是卖3块 为什么今天卖贵啊 以前半个月没有正好啊 不是说今天卖贵 刮台风 刮台风 这是什么东西啊 袋子 不刮海风来几点你 刮海风来几点你 刮海风来几点 刮海风 猛叔现在只负责付款 然后占呢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干杯 花甲很好 哇 鲜鲍鱼 刚刚我看到那个鲍鱼还在呼吸嘞 嗯 好嫩哦 嗯 它也新鲜 哇这螃蟹看着不错 对 比面包蟹靠谱 我要吃生蚝咯 好新鲜的生蚝啊 妈呀 蒜泥也很好吃 咸但是不过分 哇 我太爱它这个蒜泥了 太好吃了 新鲜 只有这两个字 鲜美 香 给大家看一下这大坨鱼啊 哇 真的只有吃鲜才能看到这么完整的一条鱼 哈哈哈 这鱼好好吃啊 是不是很劲道啊 对 18岁体科院男生的肚子 你想象一下那个体脂率 大家可以猜一猜 我买了这么多的海鲜 一共花了多少钱 刚刚我们的海鲜 嗯 只花了305块 当你找店家去帮你加工的时候 给他做一个红黑榜的建议 不太建议白煮 如果你特别喜欢吃本味的话 就白煮 其他人都不要吃 白煮虽然加工费很便宜 但是也不咋好吃 哈哈哈 太清淡了 那这个鲁呢就是啊 你吃吧 哈哈哈 我后悔了 我应该让它辣炒的 可以让它回去重新炒一下 刚刚重新炒过的花螺 你的螺丝起死回生了 哈哈哈 看起来好吃多了是吧 我比较建议你的做法是 辣炒 椒盐 蒜泥都是非常好吃的做法 我觉得那边海鲜都非常新鲜 都很好吃 海鲜我就很开心 但是有几个 是我历年来去海南的这个经验啊 螃蟹 半海螺 海胆 奥龙 都别吃 哈哈哈 样嘛 就是性价比极低 比如说那种螃蟹 300块钱一斤啊 你拿出一只螃蟹出来 快2000多块钱 你能吃到的地方 可能不超过200块钱 哈哈哈 像我跟阿爸是比较愿意尝签的 我买了个巨大的海螺 可能是我们不会吃吧 真的好新啊 哈哈哈 还有海胆 哦好新啊 海胆真蛋 好吓人 哈哈哈 海胆算了 哈哈哈 很新的蛋 感觉这个鸡是海里长的鸡 你知道吗 萌种为萌书推荐 哈哈哈 哈哈哈 这个海螺太吓人了吧 真的是一整个海螺 看肉 看肉 太可怕了吧 这怎么吃啊 但我不知道哪部分能吃 哎呀 来来来来先吃一口我的 哈哈哈 怎么了 烫啊 哦你海胆海心 哦 真的要吃那种烧烤摊 正常有的卖的东西 是的 他们没有是有到你的 最后还可以让大家来猜一猜 我们吃了这么多的海鲜 你猜猜看我们加工费 购花了多少钱 加工费 119 很划算 天呐 这个肯定可以吃400块钱 吃成这样 太棒了吧 对地址上的弹幕告诉我 我们应该是不亏吧 哈哈哈 反正我觉得对于旅游来说 我觉得是完全不亏的 以这个料啊 在我们这儿去吃一些海鲜上烤啊 起码的1000多块钱 对当然了也要降低自己的期待 不要因为我去的那边 那个就怎么样 我还是要讲一下 那边环境是蛮差的 哈哈哈 大概就是吃鞋 地面上是有些水分的 哈哈哈 好或不好都会跟大家说清楚的 下一个红包 海大南门夜市 我去之前说实话 是有点坠坠不安的 就是太多人推荐了 我想说 哦 哈哈哈 但我去了之后我就发现 它的点不是网红 是的 是让我重新回到了大学宿舍生活 你去到那边你就会发现那条街 哦 真的比想象中的短很多 哈哈哈 里面能吃到的东西 都是你在大学后门熟悉的那些美味 夜市如果你们要去的话 提醒一下大家一定要6点之后去 因为它是直接把那条路给封起来了 开到晚上的12点半 在那里面我尝了蛮多家 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黑板 没有哪个特别难吃 我给大家来推荐几个 我觉得很好吃的红棒 第一家是 海大南门唯一一家正宗湖南人做的臭豆腐 我觉得有人不服 你看这种slogan 哦他们带身份证的我 老板是湖南带去吧 哎呀湖南你 嗯比较湖南吃的好吃 你说什么了 香脆香臭 哇有点太辣了 我要吃吃个青果凉 哈哈哈哈 鸭肉超好吃的 豹汁 淘淘 淘淘 对吧 刚刚我们就是说的有点豪迈 我们应该说微微辣 你跟他说你是湖南人啊 我没说 对你好 你是海大的 这里什么东西最好吃啊 鸡柳 在哪一家呀鸡柳 谢谢 要喝吗可以喝 可以喝可以喝 还强求啊 你不喝的啊 你不喝的啊 真不喝啊 还强求送和饮啊 第二个是在现场的宝贝给我推荐的鸡柳 太好吃了 对很酥很脆 要一个小份儿的鸡柳 就是我大学时候吃的鸡柳 哇真的哇巨脆 哇哇哇哇哇哇哇 这个鸡柳我觉得是像成都建设路 美食小街那种感觉 这次路小街不也是大学城后面的吗 就是很好吃啊 好脆哦 等一下来我个麦 好好吃 第三个波波鸡 直接选就行了是吧 对 有啥比较好吃啊 去煮的鸡爪鸭爪牛柏叶牛肚 大的都不错了 啊哪个鸡爪 要个牛柏叶吧 啊可以先这样吧 多了吗要十份送两餐不 不用不用吃不下 微麻威拉一种麻虫了 微麻威拉 哎你怂了 嘿嘿 刚臭豆腐有点辣 很香哦 哦显得很小气 主要我们都想浅尝 这个豆腐好好吃啊 滋滋冒油 哦好好吃的丸子哦 冷锅串串的感觉 鸡爪也好吃 不要多吃浅尝则止 是的每个吃一点 不要相信他买十串送两串 吃不完 第四个 你所有的辣的咸的吃完之后 一定要尝尝海口第一家清补凉 他是不是第一家不能够考证 但是很好吃 哈哈哈哈 他是海大门口第一家 哦这样子的 哈哈哈哈 海南第一家也太快乐了吧 哦那家店开了好多家分店哦 有大的有小的好几家 老板你们这是正宗吗 正宗的 正宗的 他跟你说不正宗的人 哈哈哈 吃鸡面 哇很多东西哦 你不要带口音 哈哈哈 哇哦 虽然看起来平平无奇 但我跟你们讲 好吃的海南幸不良真的非常好吃 走了之后会念想 我们上个礼拜刚来海南 上个礼拜又来了 哈哈哈 对的 他这个奶是对的 他不是椰子粉冲的 他是椰奶 而这盘才9块钱 满满当当哎 你来尝一尝 哈喽我又回来了 你好 我被他俩推回来了 跟他俩一起合照 哦好的 哈哈哈 多尴尬啊这样 尴尬都尴尬 你好高啊救命啊 啊不没关系 你们奶胎机器 我我来 爸爸帮我拍一下 我可都可以 好嘞 啊谢谢你 谢谢你 玩得开心 你们什么时候走 明天走 没有好好玩吗 就是来吃东西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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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必有回响 哈哈哈哈 你前半句是啥 变脸不忘 变脸不忘 必有回响 不要害羞 欢迎合照 说到这碗亲密母娘周 你还有什么愿望吗 哎呦 什么东西 哈哈哈 对不起 情不自禁对不起 这这这风景就惹不住 想要亲一亲 讲完吃的最后一点 我们来聊一下购物 海南现在简直就是购物天堂啊 只要不是双十一期间去 你都会觉得很赚 哈哈哈哈 而且我觉得海口的免税店 米三亚呢更加好过 海口有两个地方可以买免税的东西 一个是在市中心的日月广场 叫做CDF 哇那个商场非常大 品牌非常多 人非常少 哈哈哈哈 没因为我们是国庭之后去的 反正我们去的时候是人是非常少 但是品牌非常的多 但是那个商场里面比较多的是化妆品和护肤品 香包和手表是比较少 全场三件旗主 每个店还有什么满简拉子 小样啊 这各种东西都可以用很方便 第二个我觉得更好逛的 海口机场免税店 不开玩笑 那是三亚免税店的十倍大 三亚市场有免税店吗 三亚的免税店是个什么东西啊 这么大的一个机场 它免税店的部分就只有这么大 哈哈哈哈 鞍唇蛋啊 里面只有四五个品牌 有也是有 但是真的逛起来很不爽 对在三亚机场的对面 它有开个免税的商城 是的 一定要在登机之前去逛 但是海口是你登机完 办完所有的手续之后 你可以尽情的逛 巨大 你只会逛的贤眉 而且那里的东西非常全 你想买的 化妆品 护肤品 手表 香包 香水 衣服 全部都有 而且行业很内卷 早上绿的就开 而且最妙的事情是什么 当你在逛的时候 你会觉得家店错过了是不是 不用担心继续往前逛 那会继续出现的 哈哈哈哈 而且它是全场是统一的价格 你不用担心说在这边哪边被宰了 而且你买到之后直接就可以拿走 是的 很方便 下面我就要讲一个海口免税的黑棒 大家都知道你去海南买东西的时候 你是可以选择APP购物的 APP如果你要购物的话 提醒一下一定一定 要在离港24小时之前下单 要不然没有办法买 第二件事情是 一定一定不要选择在机场提货 不要选择邮寄到家 如果你非常不着急 你性质非常慢的话 你无所谓 速度非常慢 我10月7号下的单 21号我还没有收到 哈哈哈哈 这就是给大家一个小建议 其他的其实我觉得免税店真的很好逛 太便宜了 比如说西瑞克三件七主 你正价买有3000多块钱 那边只要1000多块钱 那边只要1000多块钱 怎么是七折呢 它不只有折扣 还有积分兑换 还有其他的优惠券叠价 哦对对 反正就是1000多块钱就能买到 自身堂的红腰子 你正常买是50毫升 那边是120毫升 你50毫升还便宜 哈哈哈 拿出手机来比价 你会觉得哇 我天天在过冲十一 哈哈哈 现在政策比较严了 为了防止别人代购嘛 每次你能够带出海南的 只能带出30件 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买 都是只能最多带30件东西 如果是一个套组里面有两瓶 那也是算两件的 第二件事情 是你每年在海南 只能够花10万块钱 好 今天的海口旅游红黑榜 就是这样 希望对你以后去海口旅游 有所帮助哦 当然还是再次重申 我们的这个攻略呢 仅仅是站在我自己的个人体验上 给大家做建议的 如果有不完善不严谨的地方 欢迎大家在评论 或者弹幕区给大家指出指正哦 也希望大家可以去旅游的时候 少踩坑 多吃到好吃的东西 多玩到好玩的东西 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 看你们要播